内地科网企业加速布局人工智能AI 计备视为国产版JagPT的民心一言Earnebot后 百度09888 AI布局再下一成 消息人士指出 百度将推出新的AI应用 命名为漫画 公司已于3月申请注册百度漫画商标 同时 字节跳动也加入AI行列 郑内部测试AI聊天机器人Grace 有机会在两个月后公开测试 反斜线大公报记者李杰宜 居内媒引述消息指 百度计划推出AI对话软件漫画 采用一对一的对话式聊天场景 根据企业信息显示 百度旗下关联公司 北京百度网信科技 已申请注册漫画软件著作权 百度回应表示 公司确实申请相关知识产权注册登记 为具体的使用规划 暂不便透露 在上月举行的百度漫像大会上 百度讯息分发平台总经理李小远已透露 一款新的AI产品将会在未来出现 百度近年以来加速在AI方面的布局 包括透过深度学习框架层面拥有的 飞掌平台 创建67万个模型 构建起AI技术生态 另外百度基于自主开发的民心大模型 在今年3月推出新成式AI产品 民心一言 并计划将多项主流业务与其整合 包括搜索 智能云 Apollo自动驾驶等 目前处于测试阶段 百度智能云早前公布 自3月开始内测两个月以来 民心一言的推理性能已提升10倍 在企业应用高频核心场景中 民心一言的高性能模式推理服务性能更提升50倍 在AI聊天方面 百度今年初推出一款名为AI虚拟聊天社区App 小汉星球 用户可以与虚拟人进行简单的聊天 虽然还未达到深度的AI聊天功能 但以具备AI在社交场景的应用 此外 百度逆报局智能手标的AI应用场景 集团旗下小度推出一款名为 手标AI的产品 定位为手标聊天AI与AI生活助手 除了百度 内地科网巨头纷纷涉足AI产品 包括阿里巴巴 零九九八八 推出大模型 通议签问 消息指华为计划下月公布AI大模型 盘古杂 自折跳动亦已推出AI产品 自折跳动计旗下今日头条 抖音等推出基于AIGC 生成式AI 研发的绘画 特效功能后 自折跳动亦正测试代号名为 Grace的AI聊天机器人 据报 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 实际指供内部体验测试 市场人士估计 根据产品测试的一般周期来看 Grace项目或在两个月后面向外界开启测试